咱就是认真一点 你也是来找工作的 我们也对你负责 其实我挺认真的 为什么我们感受到的是荒唐 我你给我们所有人的感觉 是你今天来玩 今天你是来求职 求职最基本的规则和规矩 你知道吗 变成帅吗 盘点史上反差最大的面是名场面 刚才我们说你帅的人都是眼瞎是吗 是这意思吗 没有这么没意思 我的意思不是说说帅的人眼瞎 就是这个社会他需要一些眼瞎 眼瞎 哈哈哈哈 你知道尊敬和尊重这两词是什么意思吗 今天这些老板值得尊敬吗 换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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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换一 换一批 兄弟你这句话可不能乱讲啊 因为我有脑子 四季 你是多展发现你有脑子的 我是一时都有发现的 那你又是多展发现脑子有用的 就刚刚我也发现脑子有用了 我的天哪 这么学习吗 请问你大学怎么就只上了一年呢 就单纯不想读了 待不住 坐不住 你大学都考上了 你都 你都不能坐住了 那未来你怎么能保证你自己就能坐住去学呢 如果是我自己想要去了解这个事情 我会把它梦青 我不上是因为我不太想去了解这个事情 我的天哪 那你对这个讲师和主持人有多少了解 没什么了解 那你为什么要想觉得这是你的印象 对啊那你对啥要写呢 这有什么难的 我想干这个就是干这个 那如果创造者的工作也需要你按时坐班上下班打卡 你能接受吗 在完成一个我所设想的东西之前 我可以在那一直坐着 那完成以后呢 我写着 那如果老板不同意呢 关我啥事 附近 您多买了杯咖啡放到组长桌上 组长说你们真贴心也同时嘴顺 就会对啊 你会怎么办 不好意思那是我的 哇云峰老师您好棒啊 我不是我没想 我不想去想着怎么去打 这个原厂我也不想去怎么去搞那种职场关系 我就说那就是我的 那你说我不想了解职场 那你今天来职场干什么 你今天为什么来求职呢 你不深谙其中之道 你为什么要在这条轨道上运行呢 不是不是不是 对我确实不深谙其道 你说的没错 这怎么啦这是 不是我这人就慢性格 哥们你站不直吗 对对 你手能放下来吗 你搞得跟审查我没想干什么 那你有点尊重行不行 你要求薪资多少 给两三千块就割吧 说正经一点到底多少 给你说话 好像三千块最低的吧 那就三千块吧 你的这个简历填得很不慎重啊 工作经历就写了五个字 打工加创业 我可以说一说吗 你可以说一说 如果所有的选手都跟你一样 说我不写我可以说一说吗 那这个求职还像什么样子 那说说吧 你的过往到干嘛了 咱有没有什么创业经历 或打工经历当中值得说的 你认为能展现你能力的 你本事的 我不说了以图搜图 当时就把这个项目 做成方案 给了相关公司的老总 其中包括搜狐 赫兰 我发现 搜狐的搜狗地图中 出现了一个功能点 跟我的弟弟打车中的项目的 一个功能点是非常类似的 你是说搜狗地图的创意 是从你这出来的 我说它里面一个功能点 叫沿道路测局 这功能点突然冒出来 你说你问他 那他是从哪来的 你说给我们听吧 这个东西 你说 你没事嘛 你在我们这 我们可以听你说嘛 你说你是个天才 你怎么定义天才 让自己落荒于北京 六皇之外 住着十几平板米的房子 到现在还找不到出口 而且你运用的是互联网 再讲 你说你曾经预测了 某某事情要发生 是几年前就预测到了 我也预测过 在2011年7月份出版的 那本书里面预测了 抖音要来 但我为什么因为说 自己是个天才